萧衍看了看他 叹口气道 唉 的确如此 但今天 也确实很险 我已命人全程不空 戏院的人也都审问过了 那此刻 是数日前停留京都 上门自荐表演的 西班主见他记忆高超 便留了下来 然而 我却是在昨夜 才决定去那里的 你不觉得奇怪吗 萧重华喝口茶道 既然有人在那里等你 自然知道你去西院的目的 也很清楚你的行踪 你应该好好清理一下 身边的人 萧衍笑了笑道 我以为身边用的 都是再三盘查筛选的人 应当不会有什么问题 却终究是百密一书啊 不过 这个刺客倒也并非寻常之北 居然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 若非有一帮人帮我挡了一下 我即便不死 也要受伤了 萧重华抬眼看了他道 什么人 萧衍微微一笑道 郑国侯府的人 郑国侯府 萧重华 萧重华口中轻轻念了一遍 竟继续道 林芝然 不 萧衍笑道 是一位年轻公子 不过 林芝衍兄妹也在场 原来你那位侧妃也在 萧重华顿了顿 又道 那年轻公子又是何人 萧衍眸中带笑道 这个 我就不知道了 怎么 你想到了什么 萧重华垂下眼睛 不知怎的 在萧衍提起一位年轻公子时 还是和林家兄妹同行的时候 他第一个就觉得是欧阳暖 只是抬眼见萧衍露出很有信慰的眼神 他却淡淡笑道 没有 萧衍微微露出失望的神情 右手手指轻轻敲着椅背道 我倒觉得 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哦 萧重华挑眉 华丽的凤眸闪过一丝意一样 殿下马上就要大婚了 不是应该很忙碌吗 怎么还有这份闲心 琢磨别人 萧衍文言 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哼 我的婚姻 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 身在皇家 他从未期盼过 王妃是自己可信的女子 只要对方的家族 有利于自己就可以 对于这一点 他是很明确的 想到这里 他看了萧重华一眼的 你为何要拒绝太后的提议 荣郡主亲国倾城 你不喜欢吗 萧重华悠然叹了口气 道 哎 这样的美人 恕我无福消瘦 萧衍的眼底迎慢笑意 盯着他道 太后因为燕王妃刚刚去世不久 不能过分责怪 但三年后 你若还是这样固执 萧重华冷冷一笑道 我不愿意 谁又能勉强我 萧衍面上笑容渐渐淡去的 这世上的人 都不是随心所欲的 生在皇家 男女之间的真情 早已经埋葬到坟墓里去了 凡事不过逢场作戏 你又何必认真 更何况 你就算取不了心仪的女人做正妃 还可以那个可心的侧妃 何乐而不为呢 萧重华忽然笑了起来 目光中隐隐有光滑流动 若我真心爱她 岂肯让她屈居人下 这话说的 就出乎萧衍衍料之外了 她轻哼一声道 哼 你倒是说的潇洒 可想过 朝中那些势力怎么办 总要有人为我分担的 萧重华正容道 这不难办 只要皇长孙女 多纳几名侧妃就好了 你 哎 若是旁人说这种话 萧衍一定会恼怒 可说这话的人 换成萧重华 她却觉得特别有意思 细想一番 也的确如此 不免大笑起来 郑国侯府 当得知林元新嫁入太子府的事情之后 兵部尚书夫人蒋氏的脸色就一直很阴沉 可是不知为什么 她这两日的心情似乎又好了起来 不但对下人和颜悦色 更兴致很高地叫了师父来为林元柔裁制新衣裳 林元柔看她一脸喜色 忍不住说道 娘 你不是一直为了内房攀上高枝不高兴吗 怎么这两日又变了 你真是个傻丫头 蒋氏拿起一件新才好的衣裳 在林元柔身上比来比去 轻声道 他们能攀上高枝 不过是占个郑国侯府的名头 当你大伯一死 这郑国侯还不是你爹的 到时候 你的身份自然也不同了 要什么样的婚事找不到 娘早替你看好了 绝不比那皇长孙差 娘说的 莫不是明郡王 林元柔眼里一下子满是惊喜 什么明郡王 蒋氏把脸一沉到 她不过是个郡王 将来燕王的位置 还轮不到她坐 娘怎么会把你嫁给她 更何况 林元柔已经嫁给了皇长孙 你难不成 还想要和她走一条路 林元柔一愣 耸了耸美丽的眉毛 眼里顿时多了几分狐疑的 这京都里能与皇长孙身份一较高下的 除了明郡王 还有谁 娘 你莫不是在狂女儿吧 蒋氏娇称称地看了她一眼 点了点她的脑袋的 傻孩子 你光看到明郡王啊 还有秦王世子呢 你一旦嫁过去 可就是世子妃了 什么世子妃 还不是要比她低头 林元柔不满地看向蒋氏 跟我进来 蒋氏看了眼周围 把女儿拉进内室 这才压低嗓音 开门见深地问道 你将来 想不想当皇后 林元柔一下子愣住了 她不敢置信地盯着蒋氏 像是在听天方夜谈 愣什么 蒋氏笑起来 现今 虽说皇位的继承人 还是太子 可太子身体不好 和你那个伯父 一样是个短命的 将来皇位 一定会落在秦王手里 你若是嫁入秦王府 做了世子妃 将来 便是太子妃 十年之后 可能就是皇后啊 你想一想 到时候 林元柔算得了什么 郑国侯府又算得了什么 咱们都不稀罕 可是 那萧婷也阴毒狠辣 喜怒无常 我真怕她 林元柔不由自主地说道 在她心中 俊美潇洒的 明郡王的魅力 远远超过 阴冷可怕的秦王世子 更何况 萧天叶是连正眼 都没有看过自己的 这一切 不过是母亲美好的想象 而且 她也未必喜欢我 蒋氏呆了半赏 脸上露出笑容道 说你傻 你还真是傻 你以为秦王父是什么样的人家 寻常人家想要嫁过去 当然是做梦 可你爹效忠秦王已久 想要嫁你过去 想要嫁你过去 又有什么不行的 况且你这样的品貌 谁能不喜欢 见林元柔还有些犹豫 蒋氏拉着她的手说道 柔儿 你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谋划的 虽说 这回大房攀上了门好亲事 可毕竟只是个侧妃 将来 还不定怎么说 又有什么好担心的 秦王实力雄厚 世子又生得俊巧 这是多好的亲事啊 爹娘都替你谋划好了 蒋氏还要说 丫头在外面回禀说 太子府送的礼丹来了 请她一曲去花厅 蒋氏冷哼一声道 哼 听见了吧 这是在和我炫耀呢 你可得给我争口气 不能输给他们 想了想 她又低声道 还有件事 听人说 王妈妈死后 连你二姑母也被拘禁了起来 那天我去看王 欧阳家竟然没有人让我见 如今你爹爹正在想法子周旋 你也要当心 孟宇楼那丫头才是 林渊柔一愣 变色带了些疑惑道 娘的意思是 哼 我是让你不要掉以轻心 那丫头年纪虽小 可厉害着呢 你二姑母就是着了她的道 林渊柔听在耳中 心中却不以为然 心道 欧阳暖不过是个 养在深闺里的丫头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也就罢了 心机最多不过深沉点 又能厉害到哪儿去 只是她看到蒋氏面色凝重 她的话便也没有再说出口 沈氏坐在花厅里 听管家常常念着李丹 数不尽的绫罗绸缎 珠宝首饰 令人眼花缭乱 她始终面带微笑 连连点头 欧阳暖心中也大为惊讶 这样的李丹 莫说是迎娶侧侧妃 便是郑妃也不过如此了 可见 太子极为重视郑国侯府 哟 大嫂真有福气 这李丹 听得我头都晕了 蒋氏微笑踏进厅来 一眼看到欧阳暖坐在一旁 脸上笑容立刻深了许多 原来暖儿也在 二舅母 欧阳暖微笑起身向她行礼 脸上的笑容恭敬而亲卑 身上伤才好 怎么就到处跑呢 大嫂也真是太不会疼人了 蒋氏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 接过茶盏 好整以侠地倒 二舅母说哪里话 是暖儿一直在床上躺着 太过难受 才求了大舅母 一块儿见见试面 这样的机会 真是少有呢 欧阳暖的脸上 故意露出新鲜的表情 蒋氏看着那几大箱的礼物 眼神更加伶俐 脸上的笑容 反倒亲切三分道 说得是 不是谁都能嫁入皇家的 也就是咱们这样的公猴之家 才有这一等福气 说着 他别有深意地看了欧阳暖一眼 那意思分明是说 我们家的女儿 才能有这种身份 与皇室匹配 你这样的 就想都不要想了 欧阳暖垂下眼睛 微微笑了 像是丝毫没有听出话里的意思 沈氏手中的茶杯轻轻一碰 淡淡道 公猴之家 也不是谁都能有这样的运气 端看上天 给不给这样的机会了 蒋氏文言顿时更加气恼 沈氏是说 自己的女儿 未必有这种运气是吧 她心中冷笑道 大嫂说得有理 心中却想 等着瞧吧 等将来秦王继承大统 有你们哭的时候 不愿意陪着两位旧母过招 欧阳暖借口去看林元新 从花厅走出来 她走下台阶的时候 无意间向远处看了一眼 突然停住了脚步 红玉低声道 小姐 你怎么了 欧阳暖的目光 淡淡看向前方 一个弯下腰除草的青衣仆役 看了很久 脸上慢慢露出一丝 别有深意的笑容 红玉越发奇怪 盯着那仆役看了半天 也没明白 这样一个人 有什么值得小姐特别注意的 1 2 3 2 3 3 5